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的成语好好玩 要跟您分享的是 《匹夫之勇》这个故事 当时吴王夫差俘虏了勾剑 越国战败了 勾剑在吴国被拘禁了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以内 他做了很多许多人 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最有名的就是为夫差长份 夫差觉得一个人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毫无尊严了 能把他放回去也就无所谓了 勾剑回到了越国之后 历经土治休养生习 十年之后 军民们就劝他 我们要打回去给吴国一个教训 但是他就说 错在我不在老百姓 怎么能把你们卷入战火呢 不肯打 老百姓说 今天君王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父亲有仇 儿子能不报吗 于是勾剑就走上了台去 对他的军民百姓们说 现在我们要去攻打吴国 但是你们每个人都要听我的调度 该向前就向前 该退后就退后 绝对不可以成所谓的匹夫之勇 绝对不能够仗着自己的血气之纲 于是全国军民同胞上下一心 打到了吴国去 最终灭了吴国 这就是《匹夫之勇》这个典故的由来 这就是《匹夫之勇》这个典故的由来